2019年12月25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外交部、教育部、人设部、文旅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负责人对26条措施进行解读。 26条措施对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同等待遇。 其中第18条规定,持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湾同胞在购房资格方面与大陆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发言人朱凤莲介绍,住建部等部门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解决广大台胞关于住房的需求。 持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胞在大陆学习、工作,可以按照相关政策的规定,根据自己自身的实际需要来购买商品房,用于自住、自用。 同时呢,大陆部分城市购买住房是实施限购,那台胞在这些城市购房呢,和大陆居民一样,是需要符合当地的政策规定。 除了在大陆生活居住,大陆也热忱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就学。 教育部港澳台办副主任王志伟介绍,台湾学生报考大陆高校的热情持续高涨。 目前已有超过一万两千名的台湾学生在大陆高校就读。 在我们和台湾同学交流的时候,他们表示,大陆的高校就像梦中校园的样子。 学校和老师对他们关怀备至,他们感受到像家人一样的温暖。 26条措施中,还提到欢迎台湾运动员、教练员、专业人士来大陆考察、训练、参赛、工作和交流。 对此,国家体育总局港澳台办主任吴坚表示,未来几年,大陆将举办包括2020年北京冬奥会在内的多个国际赛事,届时将优先考虑台湾运动员的需求。 大陆将利用筹办冬奥会的契机,率先将场馆设施和训练支援向台湾运动员开放。 在一地训练、服务保障、交流比赛等方面,提供支持和便利,帮助台湾运动员提升运动水平,力争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 除此之外,26条措施中还为台胞参加职称评审、参与大陆文创园区建设运营等方面提供了便利。 朱峰连指出,近年来,大陆先后推出多项会台利民的政策措施,关注的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景和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台湾同胞,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出发,近些年陆续推出了31条措施。 台湾居民居住证,26条措施。台湾居民在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等会台利民的举措。 实现了福建向金门供水,举办台商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一带一路建设等座谈会。 从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为台胞台企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来创造有利的条件,提供更多的同等待遇,是受到了广大台胞台企的普遍欢迎和肯定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